世界潮流,浩浩雙雙 主持李慧才,梁錦翔,車離子 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浩浩雙雙 剛才你們正在看廣告 我們正在談,有一件事一定要提一提 關於打敗世界國際象棋的冠軍 Casparov的電腦,IBM的深藍 主持研發電腦的其中一個主管 其實現在就是香港大學 當時香港大學當然是高薪 請他回來,主管香港大學的電腦 我現在想介紹一件事 關於人工智能的事 剛才說過電腦的思維是1950年 30年後,1980年 美國有一位哲學家 他發表了一篇文章 因為當時已經很多人提出研究人工智能 所謂的AI 你知道最熱衷的,除了美國就是日本 日本當時經常想說第四代電腦、第五代電腦 但這個美國哲學家叫John Sear 就是S-E-A-R-L-E的 他寫了一篇文章叫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在裡面提出一個意想實驗很有趣的 叫中文字房實驗 中文字房,這是為什麼呢 他說假設這樣 Cherry,你現在在一間房間裡面,是密室 有個窗口 現在我有一些問題問你 你是要回答的 有輸入有輸出 有問有答 但我的問題 你原來是外國人 你完全不懂中文 但我的問題就是中文來的 中文問題來的 但你怎麼回答呢 你都不懂中文 但他說原來不是的 原來很厲害的 我這間房間裡面已經有了很多的指引 很多的搜索 他已經照顧了各種不同的中文字的組合 詞組 你看到有什麼字的時期 我們就去找什麼答案 他說假設 這個當然是一個意想實驗 不是一個現實人的實驗 這個John Sear的討論 假設我真的能夠有很多的專家 花了最大的心血 是能夠寫完這些所有的大傳 搜查 你真的能夠任何的中文問題 在窗口裡塞進來 你過了一段時間 你不要管多久 可能我要很久 但總之我能夠用中文 即是我在這裏收拾中文字 根據指引 做一個答案 是完全有文有露的答案 其實不是就是 剛才說的那隻雞仔 那隻雞仔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找回那些字來回答你 但John Sear最主要的論點是什麼 論點就是 無論你這個中文字房 是真的可以做到多麼像真 而令到外間的人 是以為你懂中文 但實際上你懂不懂 都是不懂的 你明不明白那條問題是問什麼 其實是不明白的 你明不明白你的答案 你回答出來的答案是說什麼 其實都是不明白的 其實對你來說 你是什麼都不明白的 但問題對外面的人來說 你會發覺 原來這個人是懂中文的 好像我們覺得這隻雞答得這麼妙 所以John Sear的論點就是 其實任何的電腦 任何的機器 任何的人工智能 任你發展到什麼的地步 其實都不可能超越這個中文字房 它只不過是一間非常高級的中文字房 並不表示電腦是有真正的理解 不要說有什麼思維、意識 所以他就說這個AI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皇帝的身衣 即是不存在的 他這篇論文一發表以後 就引起一定很空洞 當然很空洞 現在32年 這32年來當然 近年都已經少了 但頭十年八年 都不知道多少論文 有人支持他 有人反對他 其中有一篇都是我寫的 不過當然我不敢叫 我那邊不是叫論文 我那邊最多叫散文 後來我寫了 人工智能大辯論 我介紹了中文字房 這個概念 我是1991年寫的 後來投稿去中文大學的 21世紀月刊 當時已經是雙月刊 在1992年6月發表了 在那本月刊 人工智能大辯論 後來就收錄了我一本書 叫做烏鴉的困話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我 對中文字房的看法 你可以去找那篇文章來看 但這裏其實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AI原來有所謂 強AI命題和弱AI命題 弱AI命題 弱AI命題 就是我任何中文的問題 都得到一個合情合理的答案 是由中文給我 等於電腦一樣 中間就是黑箱 我們經常說黑箱作業 是不好的 但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需要黑箱作業 我根本沒有興趣知道黑箱是什麽 如果對於這些人來講 我這個就叫做AI 這個就叫做弱AI命題 但弱AI命題很明顯是不同的 就是剛才台長問那個問題 這個可以用另一個方式去表述 就是行為主義和生靈主義的問題 因為行為主義就是 就算我這個人 我不理會他的腦袋是怎樣 總之他吃了藥 或者我給他做些事情之後 他有些事情是不會做的 我已經完成了我的責任 我不需要理解他腦袋 黑箱裏面發生過什麽事情 沒錯 可能他會繼續生病 但這個生病對我來說是沒有意思的 他的行為改變了 那我就醫好了 就是這樣 即是一個發瘋的人 只要我給他藥吃 他不發瘋 即是他正常了 甚至他不用發瘋這個詞 譬如說他很喜歡偷東西才算 你做了些事情之後 令他做些事情 他不偷東西 你不要理他精神上 還有沒有困惑 有沒有其他問題 只要他不做這些行為 是的 那個問題本身已經是 你當我的問題解決了 解決了 因為他偷東西的問題 對嗎 好 從這個這麽有趣的 雖然是很有趣 但這也是學理上的 我就想說回電腦網絡的興起 電腦網絡 大家馬上想到互聯網 其實互聯網不是任何一個 Steve Jobs 其實互聯網不是私人投資 是完全是公家投資 就是美國軍部 美國軍部其實在六十年代初的時期 冷戰高峰期 其實很擔心有核子大戰 核子大戰時期 他怕攻擊他們的主電腦 整個控制和指揮調度就會癱瘓 想一個辦法就是 因為核彈頭的威力這麽大 就算藏在深山上也會害怕 他就說我有沒有辦法分散 分散其實也很麻煩 你這麽多套東西 分散的安全性 如果你要複製好多套 他的安全性又會受到妥協 所以他就說有沒有辦法 我們真的是聯網 那時候是很新鮮概念 可以把所有的資料 電腦聯起上來 就算某一處突然被人炸毀 實際上我們那裡的資料 全部是分散的 都不會完全什麼資料都沒有 即是不會把所有的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 沒錯 所以他就提出了1963年的時期 國防部提出了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簡稱ARPA ARPA 後來把聯網叫做ARPANET ARPA 然後加上Net 就是聯網 ARPANET ARPANET 原先是很機密的 但是後來他又對到1975年的時期 才是正式建設成功和正式啟動 63年至75年 但是他到70年代後期的時期 就開始分為軍用和民用了 民用開始開放 民用最先都是用在大學和很高級的研究機構 但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比較廣泛應用的時期 就出現了我們互聯網的前身 當然大家知道 當然對年輕的人 他們就以為這個世界一開始已經有互聯網 但是爆炸的時候已經有了 我知道你們認為 人們現在想像不到互聯網是怎樣的 但是實際上 互聯網對於我們這些年紀的人 是很晚近的事情 是1994至1995年左右才進入尋常百姓家 其實有兩個很大的突破 一個就是電腦與電腦之間的所謂的握手 就是俗語的溝通 因為以前電腦與電腦之間 大家用很多的語言是不同的 是不能互通的 很麻煩的 所以他們就發展了一個叫TCPIC 你聽過了TCPIC 整電腦的人知道 就知道了 就是叫Protocol Protocol這個字 以前很少人認識的 因為它是解外交禮節 但原來電腦與電腦之間的 它現在就叫溝通規格之間 這樣就叫Protocol TCP就是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IP 現在我都知道 IP Address 其實就叫Internet Protocol 很簡單 所以它就是TCP Stroke 就是一個斜線 然後IP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令到所有電腦互通 第二個突破就是關於傳輸 就叫做分包傳遞 叫做Packet Switching 以前我們傳一件事 由A點到B點 就一定要有一條線 通常是同線 就算是微波 都是一條線到微波 無線電 但永遠的信號 就是沿著這個 物理的管道 一直傳過去 中間斷了 或者中間受到干擾 你那邊接收就出問題 但現在不是 現在匯聯網的傳輸方法 完全不是 哪怕一個很簡單的信息 就算一個很簡單的email 原來電腦 自動會將它斬成很多很多個小段 一個分包 一個packet 然後這些packet 一去到網上 每一個packet 當然它都有一個地址 不然它不知道去哪裡 也有一個順序的號碼 然後它就是 哪一條線路是最暢通的話 它就是走那條線路 大家已經分頭走 即是好像將一副puzzle 分開幾個信封 去寄履給人 沒錯 然後走走走走走 走的時期 當它去到目的地的時期 因為它有了編號 它就全部把它砌起來 所以它走的路線 永遠是不確定的 是動態的 我們叫dynamic 這個叫packet switching 這個概念 和剛才的TCPIC 真的令到我們這個互聯網 就興起來了 當然後來 再將它在軟件上 再普及化 就是那個萬維網概念 就是World Wide Web 應該是Tim Berners-Lee 所創 現在互聯網 已經和我們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 但即使互聯網 未興起的時期 其實已經是 有些人 主要都是科幻作家 已經提到 會不會人類也是 就是這些網絡 會有一天 是 說得得人害怕 我們就叫做 蘇醒 蘇醒 首先說電腦蘇醒 其實電腦蘇醒 我自己覺得 最精彩的一本小說 也是二十世紀 科幻界三大巨頭 之一 除了哈拉克阿西莫夫 就是輪到海恩來恩 Robert Heine 他寫了一本小說 1966年 叫做 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 月亮是一個嚴峻的少女或者情婦 我也不知道她的mistress是解少女還是情婦 總之台灣翻譯了 剛剛前兩年才翻譯 叫做露月 露 露 露 他裡面說到月球上的一副電腦 是由完全混沌無知 到慢慢醒覺 知道自己存在的過程 當然他的描述就是透過我們的主人翁 主人翁就是一個年輕人 專門負責打理這個電腦 本來是沒有什麼打理的 因為電腦是很先進的 完全是自我監察 自我修補 什麼都自我的 所以他本來沒有什麼做 但他竟然在過程裡面 跟電腦溝通的時候 發覺有些不對勁 有些話說話開始 不是很正常的 無厘頭的 慢慢地發覺電腦正在醒 正如一個嬰兒出生 呱呱落地 這個我相信到現時為止 都是在小說界 唯一一個這麼詳盡的描述 一個機器 由無知變有知 知道自己存在這個過程 1966年的這本小說 我覺得始終到現在都是一個經典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 比較輕鬆一點的 更早一點的 1964年就刻刻有一個短故事 短故事就很有趣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Frankenstein Complex 他直接就用了 它叫做Dial F for Frankenstein 他說Dial 即是打電話 撥那個F字 就是找誰 找Frankenstein先生 故事很簡單 故事很簡單 他說突然有一天 所有電話一起響起來 開始 當然故事有些主人翁 他以為是自己的辦公室 那裡的電話 突然間響起來 當然是壞了 但是在故事發展 發現原來不只是辦公室 而是整個樓 原來不是整個樓 原來是整個大廈 原來不是整個大廈 是整個城市 原來不是整個城市 是全世界 全世界的電話 突然間在同一刻 一起響起來 這是驚人的 為何發生了這個毛病 之前很多人在研究 他是短故事 所以他不需要寫很多情節 最重要的是 短故事 尤其是科幻 就是收筆 就是驚奇結局 叫做surprise ending 其中一個主人翁 他想通了 他說 大家不用再花心思 去想想想想 他說 你知不知道 一個寶寶 出生的時期 第一樣做的是什麼 就是哭 就是哭 他說 其實大家剛才聽到的 就是一個 我們從未見過的 新的生命 誕生的哭聲 但是他那時候好笑 1964年那時候 其實是沒有電腦網絡 這件事 所以他那時候說的是什麼 他是說電話網絡 其實那時候電話機流 你知不知道 很多接線生 插來插去 但是他就說 Arthur Clarke 1964年就說 因為現在我們世界 電話網絡 已經複雜到這麼嚴重 他已經接近我們的人腦的複雜程度 但是你將1964年這個故事 放回到現在2012年 是不是真的一樣可以 完全沒有改變 不過更加接近可能 這個假設 現在我們世界上所有這些電腦 如果你用伺服器來計 其實那個數目有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時間去檢查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人腦的細胞 因為我剛剛今天下午才上網 其實我一件事都是很問的 就是應該是860億 一般來說850至860億的神經元 證明叫做neuron 我們俗稱老細胞 如果我們互聯網裡面的電腦 聯繫上來 已經超過860億 或者已經過千億的話 事實上它的複雜程度 已經是跟我們的人腦拍得住 那你說會不會真的 我們的互聯網突然醒來呢 那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科幻小說裡面 科幻電影 應該說 其實已經說了一個很驚人 就是一個經典之作 阿諾舒華森的家拍 那不是在哪裡 考一下Cherry 阿諾舒華森的家拍 你也不認識過 你很近期的時期 他不是近期 對他來說是簡直 我舒華森假 我很小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他第一部是1984年的 他逐集隔了很多年 1991年的 這個也是打破了Hollywood 其中的宿命 就是說逐集一定比正集 因為很多人說 Terminator 2 比Terminator還好看 見仁見智 這個就是1984年的未來戰事 以及1991年的未來戰事 裡面其實第一集是沒有說的 但第二集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戲院看的 他就說他在那個 深麥西哥州駕駛車 跟那個女主角Sara在說 那時候阿諾舒華森利加 由一個奸的機械人 已經是第二集 變成一個中的機械人 荷里活的編劇真的很厲害 我死都可以說 因為那時候阿諾舒華森利加 成了名 所以之前扮奸 不可以再做奸 我竟然逐集說他是中的 真的扶了他 但他在說什麼呢 他為什麼會令到我刺激呢 因為當時全香港的人 對一個數字 一個年份都是很敏感的 1991年 就是1997 這是香港人 是香港人 原來他說 因為阿諾舒華森利加 他真的這麼說 原來當時人類 將最先進的電腦 部署在太空 因為他怕在地面 受到人的攻擊 但是他這個叫SkyNet 就是天網 SkyNet 控制地球上所有核武 但是SkyNet 其實你問什麼時候是online的呢 這裡有寫 我們看看 他就說 1997年 是8月4日 就是online的SkyNet 但是然後 29日的時期 SkyNet 就醒了 就是知道自己存在 人類那時候就panic了 非常恐慌 恐慌的時期 就想說拔制 就是pull the plug 但是他說 因為 先下就守衛強 後下就遭殃 這個SkyNet 當然知道 人類有此一著 所以他一早就已經 將這個 當時就將這個 蘇聯那些核武 全部向美國發射 美國的時期一收到 就是知道那些 洲際導彈 都說過 其實都要飛成半個小時才到 20分鐘至半個小時 看看距離 所以他都知道自己 寫著了 幾千支洲際導彈 所以唯一他能夠做的 就是什麼 浴石驅乏 浴石驅乏 不是 因為他已經在射來 蘇聯射來的時期 其實當時沒有事情做得到 我都說過 雷根時的Star Wars program 其實是沒有做到的 美國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在死之前 都要抱著 對方一起死 所以就把自己的幾千支 射過去 所以SkyNet 一舉之下 就不用自己做事 人類就已經自我毀滅了 自我毀滅了 以後就是 整個世界 由電腦機械人統治 全靠後來的地下軍 那個組織 John Conony 去拯救人類 跟電腦對抗 這就是整個 Terminator的主線 大家都知道 原來他就是 1997年8月29日的日子 SkyNet 就醒了 我最近 幾年前 我不知道在哪裏說 真的有一間公司 說他的網絡叫SkyNet 我說不是吧 你當然是沒有看電影 你改名叫SkyNet 你真是 很不吉利 不是 蕭先生也有一間公司 叫天網 叫天網 是呀 SkyNet 他要看 Terminator 2 他肯定看了 他肯定看了 可能是特意的 特意的 特意的 SkyNet會醒 我們就玩完了 當然 對於Cherry 這些人 他剛才說的 不是那麼熟悉 但另一個 可能較為熟悉的 當然就是一模一樣 又是這個 就是Matrix 1999年 但是絕不新鮮 又是那條 一模一樣 就是網絡醒了 醒了 醒了 這個網絡 他給了一個名字 他叫Matrix Matrix 最初是故作神秘 他在數學上 就是在數學上 舉陣 我們學過 Matrix 於是就說 醒了 不過 將人 變成一種能源 輸入一種虛假的意識 當時我看的時期 蛤 你不是說馬克思主義嗎 對嗎 法律的意識 台長 但是他很厲害 其實他裡面 又說 我一直看那部戲 這個 周莊蝴蝶夢 或者佛家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馬克思的虛假意識 什麼都在那裡 所以他那麼熟悉 為什麼Matrix 那麼熟悉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appear at 不同的level 很厲害的Matrix 就是那兩兄弟 Wachowski brothers 那兩兄弟 就算了這個 當然 逐集 和這個 合了荷里活 那樣的應驗 就是 一下不如一下 就是第三集 其實你基本上都不用看 不用看 最重要的是第三集結尾 才是 什麼 蛤? 我不是被你騙了嗎? 買三次飛 進來看了六個小時 原來你從頭到尾都在說電腦發夢 我是這樣的感覺 你試試看第三集結尾 你如果看完之後 你把那六小時整合起來 是不通的 原來從頭到尾都在說電腦自己發夢 你沒有這樣想過嗎? 你再回去看一次 你再去看那六個小時 我根本就沒有看過 第一集都沒有看過 那這樣就不行 第一集你一定要看 所以這裡 我們剩下幾分鐘 我想大家聽聽你們兩位 第一 AI我們應不應該發展 第二 機械人我們應不應該發展 當然機械人 阿西莫夫有兩部電影 是改編自阿西莫夫的 但其中有一部 我本來就叫大家應該不要看 不過沒有所謂 你看它叫做I-Robot 就是智能半變 但在我眼中就很垃圾 很垃圾 另一套就叫做鐵甲再生人 改名香港人 那種族不可耐 就叫做Bicentennial Man 那一套就好很多 我就覺得 但anyway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 AI值不值得繼續發展下去 有沒有很大的風險 至於機械人 也是一樣 不如你年輕人 你說不說你的看法 我覺得整個發展的趨勢 是要有AI的 因為 怎樣說好呢 你不怕嗎 這些怕我反而不是很怕 因為人 你當然是喜歡死地分事不保 入面的小孩子 不是 因為人 我覺得 例如你說怕互聯網醒 其實是因為 他有些事情 人做到他做不到 例如我們的腦 我撞到腦 他都會有些小孩修補 懂得自己修補 雖然有些細胞死了就死了 但互聯網 可不可以做到自我修補 那樣東西 我還是很有保留 例如這個 社會下載了 我們人網的社會下載了 都要找工作人員去修補 如果不然 這樣就繼續下載了 其實 那樣東西 我覺得他未做到 所以 不會有這個擔心 不會有這個擔心 機械人 你知不知道美國軍方 發展一些會走會走的 像獵炮那樣的機械人 我在電視上看 其實我很心寒 我自己就很心寒 你怎樣看 你說機械人的繼續發展 當然用在軍事方面 我覺得 其實本身那樣東西 又不是一樣 那麼恐怖的東西 只不過你用在軍事那裡 就好像正如機關槍的發明 是一樣很厲害的東西 但用來殺人之後 當然是變成一件很心寒的東西 你也是覺得科技基本上是忠性的 是忠性 如果忠性這樣去看 似乎用那個人 似乎用刀 你似乎用來講 這次是菜還是用來斬人 真的要聽一下台上的語言 因為時間不多 我講得很快 有一個故事很有趣 就是四個人 聊天 問對方是什麼 裡面涉及到一個問題 究竟裡面哪些人是機械人 結果回到四個人 都不知道原來自己是機械人 以前我跟一個大學讀Physics 談 其實從他來看 如果他很方法去看 其實人和機械人沒有很分別 我們可以反過來問 其實我們自己是不是機械人 這個涉及到所謂Determinism的問題 譬如我們想的東西 有沒有自由意志 有沒有自由意志 可能近年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慢慢談 其實人基本上沒有什麼自由意志 因為很多時候是涉及到你自己的內分泌 或者你自己的環境 情感的人都說是好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基本的genetics 即是你那個基因 其實決定了你很多行為的模式 但如果你剛才說到實用性的問題 譬如你後面這隻手 譬如你沒有這隻手 譬如你沒有這隻手 你是不是需要這隻手 即是現在我想很多一些 Nino technology 或者那些 納米科技 是可以做到你接近 可以修補到你一些很大型的創傷 如果譬如說從這個角度看 我想大家避免不到要用這個科技 但我覺得最有趣的問題 其實人和機器是否可以合起來 這就是人機結合的問題 Cyborg 英國有一個很著名的人 Keven Keven 我忘記是誰 他是把那些chips放在自己的身體 他開始嘗試做這件事 譬如說我有些不需要用老族的東西 譬如我可以全部用這些chips去做 譬如一間屋看到你進來就幫你開燈 這個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人機結合 我都預備了很多材料 但實際上 原來個半小時都很快脫過 都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時間關係沒有人發 都只能夠就此打住 下星期我們會有另一個新的題目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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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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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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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